大家好,我是老厚 今天不出去了,在家做工 今天拿这个牛来耕田了 把这个土翻好 等下大雨发大水的时候 就可以擦秧了 因为我们这里,这里这块地是旱地 靠天吃饭的 靠天下雨才能擦秧的 本来我叫村里的那位大叔 来帮我拿那个鸡盖来把它搞好 但是他今天就没空 他也说他来看我这个地 也说如果他鸡盖进来的话 还有这些果树 就伤到别的果树 所以没有露进来 他就不来帮我 我只能拿牛来做工了 开始做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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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 咳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用这种方法是老方法 以前还没有鸡盖出来 都是用这个牛来耕作 人也好累的 牛也好累 这牛 它累了它也会发脾气的 如果是太阳大了 太热了 它也会跑的 所以这个牛 也跟我们有二十几年了 是老牛了 所以也慢慢的 给它歇一会 没办法 这里交通不方便 走 这个地呢 要翻两次 爬两次 这是第一次 现在我把它翻了 等下雨的 有田里有水的时候 我就爬 爬好了 再留一个星期 留一个星期后 有水呢 直接又离它 离好了 翻好了又爬 这样就可以种羊苗了 这样就可以种羊苗了 差不多几个小时才完成 人家都把这个地都翻好了 就是我的还没有翻好 每天我都很忙 所以也抽空 也抽时间来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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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了 我也做工了 现在都汗流甲背了 本期的视频老后就有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老后的视频请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再见 先忙了 走